我看你們就開始了 好的我先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本身是社會廠商中心的一份子 我們自己做材料的部分 也因為有機會認識李先生很多年 我自己本身有在做環保再生塑料理 然後跟熱烈結還有塑膠防目的部分 這塊我們還在持續努力中 當然有很多的環節需要挑戰 那李先生這邊是有一個藝材的專業 那他有跟我聊到一些可以對台灣能夠更往前跨的部分 那我想說今天就是李先生剛好有機會跟唐... 症...鄭偉 鄭偉這邊那個有一個機會見面 然後我這邊是Kevin Kevin這邊是就算是制裁的部分 所以我想說大家... 因為唐鄭偉這邊的那個 九文七名 我們就想說可能是李先生這邊有一些想法 然後我這邊來做紀錄 然後那個Kevin這邊來是做補充 OKOK 很樂意跟大家學習 不過我本來是想退出台灣 因為我是台灣...不是 我是台灣第一屆醫學工程畢業 然後我在波士頓41年 然後我去大陸投資22年 然後台灣投資了5年 然後越南剛買了一個廠 結果就碰到疫情了 那很多人提說一定要跟你拜會一下 我本來想透過大使來約 他來跟我講 我就說那好 我們就直接看有沒有這個緣 我都走路上下班 所以你只要在這邊 沒事就會碰到我 這個當然很清楚 對... 台灣有你真好 真是的... 因為中原醫工很特別 他是當年蔣經國從美國請了一個醫生 過來當中原的校長 他叫韓偉 他是國防醫學院畢業的 然後也回來服務 然後又到Pansylvania當醫生 那他親自帶我們 因為我們是第一屆 所以我是感恩他回來的 然後我去美國41年就發覺 我是呼利糊塗的 進入了醫療器材的科學園區 全世界唯一的最棒的園區 OK 原來呼利糊塗就可以進去 我就呼利糊塗進去 就是呼利糊塗 然後才曉得WPI是什麼 那個鐵路之父 那個叫什麼名字 鐵路之父 我們創造第一條鐵路那個叫誰 我都忘了鐵路之父 就第一條鐵路 張天佑 張天佑我學長 WPI他就是在那邊念書 也是清朝派了那個小留學生 第一站在那邊待了半年 WPI他是一個Polytechnic 他的專業是在Engineer這方面 尤其是自動化 所以波士頓自動化很厲害 那去了就不利糊塗進去 我都不知道是最好的單位 在那邊幹了八年嘛 就碰到蔣經國的國師 那我是公務員 馬州州政府的公務員 然後碰到我就是 你不適合當公務員 需要創業 所以我第一個 因為感恩台灣嘛 我第一個是做手套 是 是來台灣創業 了解 那是1994年 那因為在院裡 苗栗院裡 苗栗院裡 然後因為以為說有訂單 有GMP管理 那應該萬事可成 沒想到做手套還有很多技術 不懂 就糊裡糊塗呢 五千萬就不見了 因為不懂技術 也不能怪人家說怎麼樣 是我們才曉得說 開工廠技術很重要 然後後來又繼續在台灣留個兩年 訂單滿滿的 但是大家都很滿 因為那個時候是艾滋病 艾滋病傳染很厲害 忽然之間大家需求就大 就像現在這樣子 需求大 是 因為那個經驗 所以我從來不做 我們叫做什麼 有災難的錢我從來不賺 因為那個 不發股難財 不發股難財 對啦 我寧願送 也不願去賺 後來就去了大陸 22年 然後你也知道 共產黨 把我們騙去了 建了很漂亮的廠房給你 最後你做到全球的利益 就收割你 那也不能怪他們 是我們不懂 因為行事所逼 居然去了大陸 這22年被他收割了6次 但是被收割6次想一想 我創造的價值是什麼 五萬多個工作 機會 從無到有 那不管怎麼樣沒收了 我算一算也有1000多億 每年的repeat order 後來是他們給了我們6000畝的地 7棟全新的廠房 兩棟很棒的辦公 我都幫你建好 我還去那邊傻傻的 7個月 印度了7次 我說不對要把它做起來 臺灣怎麼辦 因為我只幫 美國跟中國創造了這些業績而已 我創造給臺灣什麼 沒有啊 人總要感恩啊 尤其我們是校長天志帶出來的 結果就回來了 回來了 我跟他認識也差不多那個時候 這麼優秀的人才 我想一想 我們認識了五六年 我們在大陸 1100億 除以22年 每年不是創造50億嗎 台幣啦 我不是講人民幣 知道 那這樣的業績 怎麼這麼優秀的人 我們兩個怎麼創造不出價值 也就在這五六年 我才清楚 臺灣是個幸福寶島 跟大陸不一樣 因為大陸他窮嘛 他就不擇手段 我們又是well educated OK 我們也太gentleman 不像那邊是財狼虎豹 才認識清楚 臺灣的ecosystem 生態環境是怎麼樣 我本來我要退出了 後來就提到說 您這裡 我一聽 我本來就是要破過大使 來約您的 要談這個事 問您說退出是說 就去越南發展 還是你就要退休 去越南發展 我不會退休 因為 臺灣是這樣子 中原醫學工程系 是亞洲第一個 現在有五千多位畢業生 而且遍布醫院 還有自己做企業 也有做工廠的 但是我發覺臺灣已經是忘了 團結是力量 因為我在美國都是用猶太人的律師 猶太人的會計師 是猶太人的銷售 他們的工資是美國人的三到五倍 可是他們創造的價值十倍以上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很團結 尤其很扯的就是他們告訴我 我們猶太人最喜歡臺灣人 又最怕臺灣人 我說為什麼 他說一對一 我們輸給臺灣人 二對二 臺灣人開始吵架 我們開始談戀愛 三對三 臺灣人 三個把自己打趴在地上 我們成為一個團隊 我一聽這是侮辱 對我來講是個負面 我就說我不相信說 用訂單整合不了臺灣人 確實整合不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一說 你是波士頓來的 是不是要來騙我的 因為臺灣人很多廠商都被 就訂單是這麼大 就吹吹吹吹吹吹 吹這麼大 大家一起打 這已經發生過好幾次了 所以回來這裡我跟他講 怎麼這五六年這麼累 這麼優秀的人都創造不出 什麼業績出來 然後我的學弟學妹 都在看你的 你有什麼東西好學的 緩解不起來 因為資源的整合 是疫情過後最需要的 因為我親眼看到 猶太人是怎麼賺錢的 因為我就用他們 你雖然說他是三到五倍的 price 可是他創造的是十倍以上 the profit 所以我都用猶太人 也不是說我很行 是因為面對現實 你就會去想辦法 所以我們這邊要請幾位 那個拉比來我們要改 改猶太教 不是不是 不需要猶太教 我需要你來整合大家 真的 我需要你來整合大家 我們要用猶太人 千分之一不到的人口 控制了全球百分之六十的money 醫療器材是很profitable 所以他們就怎麼樣 背後都是他們 在主導 所以你星期五 你做醫療器材 沒有人做生意 為什麼 猶太人禮拜五的下午四點 他要去閉關 然後星期六星期天不吃 只喝 不吃 然後星期天的晚上六點鐘 太陽下山 他們去大吃大喝中國參觀 他們的習慣是這樣子 也就是告訴各位 台灣是可以跟猶太人PK的 那為什麼我們 你是去越南 而不是好比想說去以色列 或者去猶太人比較群聚 因為越南 以色列人 都是猶太人多嗎 我想做工廠的人 我們談的是 訂單的量大小的問題 以色列也沒有人工 因為你能自動化的東西 不是那麼多 了解 大部分90%還是人工 還是人工 了解 那我們回來台灣 發覺說台灣錢不到工人 台灣真的錢不到工人 這個是台灣的一個生存之大 怎麼講 美國也同樣的問題 所以美國只能自動化去美國 半自動化留台灣 人工部分 就當越南 我剛問也是這個意思 是啊 你看唐正偉 越南的整個國家 你看起來是個S 對啊 台灣是1 1加S等於什麼 美金啊 所以台灣跟越南 未來是不得了的 了解 尤其這個疫情過後 問題是台灣人準備好了嗎 台灣人準備好了嗎 沒有耶 我發覺台灣人 很幸福快樂 大家沒有那種 怎麼講 機會來了 大家都在等 可是等機會來的時候 都在看左右有沒有在行動 總有一些傻瓜些行動 然後才會帶動大家 我一開始就是西進就是 PRC那邊的時候也是這樣 也不是一下所有台商都去嗎 沒有錯啊 所以創業就要有賭信 創業家要有賭信 當年沒有去 我也沒有今天 我不是說我很好 但是我知道我做的是 市場沒有的產品 大陸人搶不走 大陸跟台灣有一個誤區了 大陸跟台灣都在做藥 問題是台灣有這個Ecosystem 做藥這種東西啊 你假如說12年20年 我曾經跟那個大陸的一個 國家院士PK 他是唯一大陸做藥做的成功 上市FDA通過 然後Murk 投資他百分之一兩千萬美金 那不錯啊 兩個 台行前五名的有兩個投資他們 他這個月是就跟我PK 剛好在開會 他就跟我PK 他說你看看 我是現在上市了 這個百分之一百分之一 他就有四千萬美金嘛 那我問他說你一年創造多少 總共三年半 總共創造三億兩千多萬 我說我沒有 他花了中央二十億人民幣 二十二年 開發出中央 他們很有名就是 不分階段都會補助 對對對 他們就拼命的給錢 對對對 我們台商是沒錢 去那邊辛辛苦苦的 省吃檢用 我剛剛還在講 我們台灣人真的也是福氣 去到那邊 我講一個 就是說 你不要記錄 就是我們去 他會解決企業的痛苦 因為當時就像那個 Nike的那個鞋廠一樣 領導就說 你有五萬個工人 不用繳這個五萬個工人的 三金五金的 你就五十個就好了 也就是說你每一個 他幫你逃稅 結稅 不要講逃稅 事實上是逃稅 事實上是逃稅 但是他合法 因為什麼 他沒法 他只是說 你的企業他們有指標 他們就達到指標就好了 五萬個人交五十個人就好 第一任領導叫他交五十個 第二任領導交他五百個 第三任領導交他五千個 總共五個下來 變成你要交百分之百 了解 百分之百大家就要跑到越南去 結果他不管 他就開始什麼 從第一任開始 你去那邊二十二年了 那你就欠什麼 一百多億 最後又把他抓回去 就是你說收割 這就是國內 當然也不能說什麼 我們笨台商其實比他厲害 我們後來都知道怎麼去玩共產黨 但今天說實在台商不容易 大部分也都是把錢都會回來台灣 因為跟在這裡 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今天講這麼多 主要是說 從一個要想幫台灣做一點發光的事的人 我相信你碰到的苦跟我一樣多 因為官場跟企業也差不多 生態環境是不一樣 但是也都差不多 也就是越能幹的人越倒楣 我是沒這個感覺 你感覺 你太厲害了 我們是有感覺 因為看到官場上 比如這麼講 官場上 我發覺台灣有一個很不好的現象 嗯 造神 嗯 比如把你造神 結果發覺 我好像去日本那邊比較嚴重 台灣也嚴重啊 台灣也嚴重啊 天才IT大神 我覺得日本那邊嚴重大概十倍 有嗎 真的 距離產生那種神業感 對 然後造了神才發覺 你是人啊 是人就會犯錯誤啊 台灣人不許 當官的人犯任何錯誤 不會啊 我道歉那麼多次 那是你很 你很正派啊 對啊 但是有些不是說正派不正派 說我為我是問啊 這個藥局發個號碼牌 我也出來說 啊對不起 發個號碼牌 我們口罩地圖真的這個數字不對 我們趕快 讓藥局按一個鍵 就從地圖上消失 這個他們都很熟悉啊 所以台灣有你真好 真的啊 我是慕名而來的 對啊 台灣有一個很棒的就是 中原一共系 對 五千多位 全世界沒有的 台灣應該focus在醫療器材 醫療器材 它有合理的利潤 對 我被收割六次 我也沒跟任何人借錢 又回過來 為什麼 因為有訂單嘛 而且我們 最多六個月 我們就FDA就通過 就開始賺錢了 這是你經驗豐富嗎 不是經驗豐富 這是一個FDA很容易做的一件事 因為藥至少12年到22年 所以我跟他PK的時候 你知道這個院士 來來來 這被我四千亩地送給你 你要什麼全部給你介紹 全部給你equip的 我每個月還可以拿五萬 每個月五萬人民幣 還給我一套房 他們就這樣子 先把你騙去 等到你做好了 就再跟你收對吧 我們就被騙六次了 所以我就回來 我還是回來 沒有答應他們 只是說感覺說 台灣人應該要團結了 用什麼模式去團結 我的感覺是 你像這一次那個沈隆金 他就做得很成功啊 快速成型 對 他那個國家就做得很好 對不對 所以我又看到希望 然後又看到你 所以今天來就是說 台灣有你們兩位 說實在醫療器材很簡單 我隨便丟一個台灣就發光了 比如說我們剛剛在談那個 Poly Isoprene 全世界台灣人默默研發出來的產品很多 對 所以隱形冠軍 但是被猶太人壓榨著 他把這個原料 我講穿了 他就是一種 Bio Material 然後他是最符合人體的 可以做出人工心臟的 那個Material 他的最成功的就是把原料生產出來 做那個手術手套 你知道有些醫生因為帶了一天要帶六七複 一帶就是六個小時 手就爛了 就得要用他手套 人家普通的手套是一塊半美金一雙 他的是八塊到十二塊美金 15年一直供不應求 結果他創造出來的那個廠跟手套廠都在美國 然後都是猶太人 猶太人就逼著他退休 你也知道在美國退休 就給你個兩三萬千個那個non-copy 他就退休了 其實他是太大化妝 我跟他聊 我說你要把你的技術帶到棺材去嗎 他說他不願意 他也在恨這個 那算是專利嗎 他不能申請專利 已經過期了 但是他那個東西 可以做任何進入身體裡面的 最好的問題 但是我發生什麼問題呢 回來台灣有四個廠 生產這個丁氫原料的 都在跟大陸還有南韓在PK價錢 其實這個反應爐都是一樣 只是配方不一樣 稍微改一下就OK了 然後我就想去找這些工廠台 我是美國來的 他們就認為很難找到這種 因為我們是談核資和做的事 我要包銷它的原料 因為做這個手套 我的生產線朋友也很多 這個就是資源 怎麼整合在台灣的事情 然後碰到就是 那你有什麼東西 我說我有這個好東西 那可不可以給我看 可是這個又是一個 technology know-how 你又不能release 就這個增結就在那邊耗 本來是找了那個台塑 台塑他們說 他們產 我是用包銷的方式 也就是說 我買原料 買那個元素來 然後你組合 破裂以後 我包銷你的原料 然後去做真產品 我包銷這樣 對 結果 那個王永慶他們說 不行 我們就買斷你的技術兩億 那我花一億 買來的 賣兩億我也有錢賺啊 那我的重點不是賺錢 我的重點是 讓台灣脫離大陸不能做 那個南韓也不能PK的東西 這個就是好東西 因為他還可以做人工炸氣 這個原料 所以是個好項目 馬上立刻就可以到台灣發光 就是我回來五六年 找不到一家可以配合 因為我們談到的是包銷 還有談到的是資金怎麼整合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在講說 這個東西要怎麼突破 這就不是我們企業能做的事 然後就看到沈農津的國家隊 哇太棒了 所以今天來就是 希望大家有緣 能夠讓台灣馬上發光 因為 藥這個東西 台灣沒有那個Ecosystem 醫療器材 台灣有中原醫工系 各個學校都有 OK 但是全世界 有五千位畢業生都沒有 台灣可以變成醫學工程系 醫療器材的全球的中心 水到渠成 人才都有 技術都有了 台灣人的技術是一流的 在美國來講 很多台灣人都是發明很多好東西 都被猶太人PK掉了 被壓榨 我們沒有必要去被猶太人壓榨 回來台灣把台灣發展起來就好了 天時地利任何都有 尤其這次疫情把全球都歸零 我們醫療器材很好 沒有影響 所以這是個好機會 具體來講是什麼 就是說你不想要把你的技術賣斷 簡單講就是這樣 因為我要讓台灣增加工作機會 創就是美金這種外匯 賺外匯讓台灣發光 而不是說我賺個人的錢 我已經什麼都有了 這不是我的想法 你為什麼不捐出來呢 捐出來會養出一堆壞人 我跟你講一個故事 真心的故事 我在大陸 我開的素食餐廳是全中國第一家 台灣人在的時候 每個月我們是賺150萬台幣 因為很轟動 它是歐式的自助餐吃到飽 68塊錢 很轟動 那個時候台商跟那個香港人 都很喜歡去吃 那你一排隊要排一個半小時 我們就很旺 結果全大陸人都來copy copy了我估計有八千多家 那不就創造工作機會嗎 就是創造工作機會 不是很好嗎 我還沒講完 可是他們是20塊錢打我的68塊 對我來講就是說 我每營運一天我是虧損的 最後是稻菲省100萬一個月 我又撐了10年總共16年 一看到 我到哪裡去都有素食餐廳 我就不用在自己做素食餐廳了 對不對 因為現在去大陸 每個地方都有素食餐廳 這也是好事啊 是當然啊 對啊 所以就是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 也都是好事啊 你剛剛講為什麼不捐 對啊 我養出了60幾個懶人 而且還鼓勵他們貪污 比如說 你這個煮菜油 我們的有機又是飛轉基因 是380塊一桶 對 你普通的就是68塊一桶 他們結果去買68塊來爆380塊 就養了一批這種人 不過你那四個廠 就是台灣的廠 如果你把技術提供給他們 大概是不會貪污啊 這是兩回事吧 沒有 因為我沒有親自去管 做餐廳做老闆的一定要作證 而且一定要懂技術 跟工產一樣 餐廳跟工產一樣 所以主要你還是希望有一個控制權 也不是控制權 要保證質量 你不能做違背良心的事啊 你怎麼可能去買38塊錢的 結果是68塊錢的油 你在騙老百姓嘛 對不對 本來是380塊的油 我的價錢才是68塊 人家20塊是買普通油啊 你不能說人家不對啊 可是獵幣會驅逐良幣啊 所以人家買斷領的技術 但是還給你一些控制權或監督權 這樣比較好 它便買斷了 它是Copy啊 我說假設 現在談成一個買斷領的技術 但是還給你一些監督權或控制權 這也是 這也是 這就是所謂的 我現在這五六年 我得到的一個最好的資源 對 就台灣這些做素食餐廳的大老闆 都願意跟我到哈佛 因為我在波士人就在哈佛旁邊 在哈佛建那個素食餐廳 這也是綠色環保的一個很好的一個 因為台灣的素食超越全球30年 這我完全同意 30年 所以我就說從那邊 我就可以把這個 第一家先開好 然後再來Franchise 因為我的重點是 GMP的管理系統 對 我們是具備的 全世界500強都是這一套系統 GoTime也用這一套 那很棒 但是他不教我教啊 我是免費送啊 免費送給我們這些人啊 所以我來只是想說 搭一個平台 然後台灣人都利用這個平台去發財 結果沒想到這五六年 沒發財耶 主要是因為你要的那個控制權 或監督權可能對方不習慣吧 也不是 懷疑我們 因為可能是騙他們的太多 台灣經歷過這40年 很多人是騙的 沒有錯 也不能說騙啦 生意場有時候就是天時地地人活 三個缺一不可 疫情過後是台灣人的年代 您知道為什麼嗎 整個宇宙整個地球其實是平衡的 重線來講 它的能量50 橫線也是50 是平衡的 結果現在台灣是58 百分之58 橫向的不足 也就是告訴你說 台灣啊 躺著都要發光 命好 天時地利正和在台灣 所以台灣應該好好把落 是疫情過後的這一套機會 台灣馬上發光 台灣就算不做事也會發光 因為這就是台灣人的福氣吧 應該這麼講 但是就算有個平台 讓這些企業能夠誰拿去 誰就是發光 這個平台就是我非常想打造的 但是私人企業嘛 人家總是說 你有什麼 我在美國 你們又不可能來美國看 再加上你剛剛講的 都是technology的know-how 我連在網路上po我的technology都不行 因為我的方法很簡單 因為是剛開始就虧了5000萬 所以我的方法就是 好你這個廠我跟你合作 剛開始沒錢嘛 合作 我就把你對接Apple 聽懂嗎 就像call time 跟Apple 一下子 FDA通過你的單子 就遠遠不斷 我有聽懂你的意思 對啊 這叫做快速 快速賺錢 所以我這一套就這麼 出來了這40年 就這樣把自己養活了 沒有跟那個借錢 非常棒 不是棒 這個是醫療器材的使命感 因為我發覺 六個月七個月 FDA通過我就開始賺錢了 訂單就是錢 哪裡需要跟銀行借錢 哪裡需要靠政府 都不需要 它就是那麼好玩 疫情來的時候 醫療器材是沒有影響 大陣營 但是我不賺這種國難錢 所以我要是做那種專利的 大家就都有反思就好 這樣子 了解 剛剛說這個Kevin 是不是要補充的部分 補充 沒有 就是 沒有 因為我也是跟理念生 沒有認識很久 這樣子 然後剛好因為我跟Grid 跟生了一些舊事 大家都有那個心 所以就有來一起幫忙 那因為我的背景是 就其實我本來是工程師嘛 然後 那我現在也在那個 就是我們中間一定去過經營一個 就是共享的辦公室這樣 所以其實就認識比較多人 然後我就是也想要就是 就是幫助大家做一些那個就是 異業的整合這樣子 對 那也是創新嗎 對對對 因為Grid就是我們之前最早的客戶吧 然後我們現在都五年來還是 都互相聯繫這樣子 那 因為我剛剛聽了那個 就是那個唐聖偉這邊的建議的方式 其實我覺得也蠻好的 就是說 那個 如果 如果李先生這邊是用那個授權的方式 給 給工廠 因為我用自權的概念來思考那個 律業的方式 或許會比較符合你 就是 你想要發展的方向 這些都沒關係 只要是台灣人 OK 都OK 因為我對美國 對大陸 我都已經貢獻過了 可是自己一輩子是台灣 教育出來的 反而沒有幫台灣什麼 所以我就說我建的是平台 也不需要政府資源 但是就需要說 比如說有政府的那個support 在哪方面 比如說引建個廠 給我們去合資合作都可以 因為我這個醫療器 它自然會產生 lucrative的這個profit出來 都不需要政府支持 它自然會賺很多錢 就這樣 continuously 每年差不多增加20%以上 因為我做的都是PC平台 所以這個平台 希望就是說 你這邊也能夠 promote 介紹一些 就是誰拿去 其實都是那個產業的龍頭 因為我是提供GMP 提供這種訂單 提供這種finance 所有東西是一條文 包括FDA都是一條文 但是這個東西 台商不認識我 因為我們 跟你說你跟台塑 已經談到很後期了 他說我不喜歡台塑的 跟那個王永慶一樣 他喜歡 跟那個波台銘一樣 他要獨以 現在是共享共贏的年代 天使不對 現在是要大家組團隊 共享資源的年代 所以不只是來台灣人 還要共贏的台灣人 我只是確認一下你的意思 對對對 因為我想說台塑也算台灣人 沒有錯 當他要獨以 了解 不合不天使 不合不天使 天使是共享共贏的 了解 因為我為什麼知道 本來一開始要去找 找王永慶跟那個波台銘 就是 我不是跟你講 蔣經國的國師 為什麼 因為他 他就勸我說 年代不一樣 以前讀營是海年代 現在要共享共贏 他一講我就懂了 所以我就沒有去找那個波台銘 我去找王永去試試看 我忘記真的要讀營 他就不讓我包銷他的原料 他要買斷 藝術這樣 但是我的資源是這些生產線 這些生產線都是他們欠我一個人請 把我收割了 我都沒有採取法律行動 大家還保持很好的關係 這些都只支援 他們隨時都會支持我們 因為人總是要感恩的 就算大陸人他也會感恩 你不要看大陸人他也很富家 他對家庭的觀念很重 這跟他感恩你有什麼關係 感恩我就可以 包銷他的生產線 沒有他們是見立妄議 他會為了利而來支持你 啊 了解 對啊 台灣不是啊 我已經什麼都有了 他先懷疑你是好人還是壞人 會折騰 疫情過後是跟時間賽跑 你再折騰了兩三年 你已經弱了 因為我創造的希望都是龍頭 都是那個產品龍頭企業 因為我們玩了22年 四個龍頭企業就被我們 我們五人小組打造出來的 說穿了你不相信都是工專畢業的 商專畢業的 我們這五人小組 我國中異業了 商專都是高學歷 商專是高學歷了 佩服你 你屬什麼的 屬雞 屬雞 他是我貴人 是 握個手 我屬龍 是 你好 龍鳳就是一個人 互為貴人 六人 加六人 太好了 對不起我插了你的話 沒有沒有 對啊 我今天主要就是來 讓大家可以比較互相比起一下 就是說 因為有時候你今天可能講話會比較甜 會點 不過我聽得很清楚 概念很清楚 對 因為我自己是還有另外一位 但這個可能跟公布我們有關係 就是說 因為我那邊就是也有很多新創事 可能其實這一段時間大家也比較 忐忑疫情的關係 當然我們現在是比中文國家要好一些 那我想請問一下就是說 如果說 譬如說現在美國好像 就是全世界疫情狀況好像也有好轉的情況 世上惡化 對對對 會不會 如果台灣到時候 因為也沒有像現在這麼好的情況 我們知道那個 就是公布我們這邊也沒有一些 就是應變的計畫 都有 都有 那 就是 我說公布我們的部分 那 就是說 有包含就是 對所有 各場各業或是所有的 那個 就是一般的 平民來講的 這種 怎麼說呢 就是 那個計畫是包含在內的嗎 當然 了解 好的 對 我的疑問是這樣 是當然有 不過今天 那個唐正文跟你講一件經驗 對 因為我在美國也是做採購的人 在醫院裡面 是 我們是決定要買 Metronic還是買誰的設備 了解 然後我發覺 Metronic在我那個 40年前去美國的時候 它是破產的 今天它靠資本的整合 資本的整合 它變成全球最大 對 然後我去大陸 看到這些 我是見證了他們 從最窮變得 不管怎麼樣 富有的吧 不管是貪還是怎麼樣 你部分人也先富起來 少部分 百分之一的人 對 但這些人也很拚啊 當然 也很拚 不管他是用什麼手段 他也成功了 他們是用國家機器 整合了 讓大陸的進行 今天我回來 我發覺 我們不能圖利廠商 我說 什麼叫圖利廠商 這個川普也在圖利廠商 不能圖利特定的廠商 你一次圖利 所有人就不叫圖利 不是 沒有進入自己口袋 因為川普不是 那個誰 郭台銘不是投資100億 川普給他300億的委會嗎 他沒有進入他口袋 也就是說台灣的官員 有一點就是說 他做不錯 川普的口袋 他沒有 還是郭台銘的口袋 沒有都沒有 也沒有進郭台銘的口袋 沒有啊 都是公司啊 給他300億 就不要是對私人了 今天就是說 唐政委我跟你講 就是企業要面對一個生跟死 我投資下去 明天就得要賺錢 要不然我撐不下去 頂多撐到我的資金用完了 不過企業沒有死 只有倒閉 跟人還是不一樣 是啦 是啦 話是這樣沒有錯啦 我只是說 有時候就是要團結 然後政府要起了一個很大的拉動 這個經濟才能上去 美國是用資本拉動 整合嘛 大陸是用國家機器 回來台灣是 好像都不想有什麼作為 就是不會去為老百姓 就是想一想 企業家應該怎麼做 好像就是有一點不錯的感覺 這是我從外來的感覺 是這個樣子 不過美國如果它已經是上市櫃公司 一般也不會介入的 美國會介入是在早期的研發 以及生態權的營造 國際投資 風險很高 今天假如不是說有什麼政策 來平衡這些風險 說真的沒有人敢到國外去 因為政治風險是完全失控的 但你國家有政策 我還考慮彌補一下 我今天講出來兩件事情 美國人不會來台灣投資 除非是他真正需要 那兩個呢 我們今天講的就是說 你的一粒一休 一粒一休說真的 我都怕犯法 稍微加班一下 我沒有相對的補償 因為老闆不可能那麼細節 這個會計都是幫老闆 所以莫名其妙就可以告 你懂我意思嗎 一粒一休這個東西 你政府要管就管好 沒管好 三叔的局面 今天實在講是三叔 我也不敢叫我的員工加班 可是我到了大陸去 他們的官員是跟我講 你只要不要犯這個底線 你怎麼做 你不管 他自由發揮的空間就很大 在美國的話 政府根本都不管 只要你該怎麼樣貼補人家 你貼補人家就好 也就是一個無為而至的 那這個活力就大了 政府管越多的 活力就小了 現在變成就是說 老闆都不敢加班了 你加班 你剛才才說 就是你希望政府盡量不要做事 不是不是不是 但是你剛稍早又說政府沒有做事 所以到底是哪一個 不是一粒一休這個東西 因為每個行業不一樣 你很難管 很難管就不要管他 你就一個原則 你加班你就要1.5倍 或者是1.2倍 或者怎麼樣 定這個原則就好 你管越多啊 現在的員工是來告老闆 他到勞工局去告 他加班了我10分鐘 我們沒有記那麼細節 沒有給他1.2倍1.5倍 這就變成一粒一休我是犯法 企業家最怕犯法 因為大家要養這麼多人 我這樣講 你可能還沒有聽懂 我是真的沒有聽懂 一粒一休 你說政府賺到錢嗎 因為都不想加班 作為有賺錢嗎 想加班的人賺不到錢 然後又破壞了 員工跟老闆的感情 我超過你10分鐘 我犯法 然後要貼補你 要補償你 這個東西就是管就把它管好 很難管 因為行業不一樣 行業真的不一樣很難管 你只要給一個原則 就是說你加了班 你就幾倍的工資就好 這給老闆的委屈喬 現在不是啊 動不動就是我們犯法 變成老闆犯法 無心之過也是犯 也是犯法 這一點對老闆的壓力很大 所以我們寧願不加班 沒事嘛 你說不加班 企業台商都在賺什麼錢 加班的錢啊 因為你是功不應窮嘛 你要補合人家 人家的單子 假如不及時給人家出貨 人家被罰款 你最後是傷害到你的客戶 他會被罰款 不過這有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法 就是自動化 不管打卡 拆勤 工作流程 自動化就好了 其實就是學各個國家 你加班一個小時 你就要給人家1.5倍 規定就好了 不要變成一個無心之過 我就會怕 會怕 我們做企業都會怕 了解 就變成我們隨時都會被告 他就破壞了那種和氣的 企業跟員工的和氣的那個氣氛 這個非常不好 人和很重要 天時地利 人和是最重要的 你可以想辦法改組成合作事 也沒這個問題 不敢加班 真的是不敢加班 不騙 第二個就是說 你要 我可以引進很多 排行前100名的來台灣投資 他跟我講就是 你有什麼優惠條件 稅收有沒有減免 或者說提供什麼優惠 也就是說 人家來投資 競爭的很多 不一定要來台灣 台灣有什麼優勢 醫療 科技 人很潔憤 人很守法 是不是 但是很多東西 不是光這方面的事情 不會陌修你的工作強國 不會啊 至少不會啊 尊重 所以台灣有很多優勢 只是說 這些競爭的人也很多 競爭的國家也很多 我是很願意當台灣的義工 把那些世界一百強的 拉到這邊來 因為台灣未來是 亞洲的運營中心 但亞洲的運營中心 就像我們講的 金融中心一樣 你管太多了 這個企業就不合了 無為而至 老子的一個好東西 可是你剛剛又說政府不做不做 你希望政府要多做一些 這兩個不是有點矛盾嗎 要給這些企業家投資到台灣來 它風險很高啊 你要吸引它跟 competitor的國家競爭啊 總是希望說 Apple能拿台灣啊 雖然Apple現在已經來了 Apple在台灣很久 它就是把台灣的優勢 放在台灣 它很多地方還是放到 放到其他國家去啊 也就是說 企業它所看的就是 我的風險要緩衝到最低 所以你要有那種 去吸引它 我可以就是說 動員我的力量 把它們引過來 但是他們的第一個問題 你有什麼衍生庭 你剛剛都講嗎 醫療科技不會被沒收 法治 對 民主參與等等 對 但是它 到國外來投資 它風險提高 總是要把這個Risk 降到最低 我們談的是風險管控 企業家要把風險管控 它才不會一下子倒閉 風險管控是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我們台灣都在交 成功成功成功 都忘了風險管控 在美國他們會教我們 怎麼風險管控 OK你的風險是這麼高 那當地國有什麼衍生庭 來平衡它 美國教育是這樣子 鼓勵你 就是但是你有風險管控 台灣不是啊 都是要你成功 要你成功 要你成功 從來沒有人教你風險管控 也沒有人教你怎麼失敗 又能夠活得很好 沒有啊 在國外會 他們會教你 萬一失敗 你應該做什麼 台灣的交易 你也不能說他失敗 要走轉 Pivot 台灣很好 疫情過後是台灣的天 真的 台灣無作為都被發光 那我們是不是要利用這個時機 趕快準備 搭一個平台 讓這些想創業的人創業 想整合的人來整合這個平台 我很想用我自己的力量 把它搭起來 是這樣子 但是就希望說 你幫我引建一些 像那個 沈樓金這樣快速成功 不貴的 就很快的產品就可以 因為都在跟時間去採訪 還有很多這種政府的政策 綁來綁去的 那個活力就沒有 很可惜啦 台灣真的是保黨 對 放鬆一下 我不確定你想放鬆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樣聽起來大概有三個 一個是說希望 在勞動基準法的適用上面 居立一休 不要那麼實 因為每個行業不一樣 有些他工作的時間也不一樣 就是說原則抓住就好 像我們因為在世界各國旁 他們都只抓住原則就是說 老闆 你超過人家半個小時 你就要補助多少 企業都會往這方面去 不要變成說 稍微不小心我犯法 現在一零一就變成老闆犯法 無心之過變犯法 不是罰款領事的 對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你是無心之過犯法這個 其實稍微把財情系統 自動化一點就可以解決 這是一個很小的技術上的問題 不是90%都能自動化 自動化我就拉到美國去做了 我幹嘛在談話 你說拆情系統的自動化 也不是你的產線的自動化 你的產線當然有很多人工 我了解 但這樣聽起來是說 因為沒有自動打卡 或者是沒有自動通知你 或者你是用小十位單位在計算 在超過的十分鐘 現在你可能不知道 小員工動不動就告老闆 就是因為盈利一休 他拿了這個來告老闆 但如果你有自動化的拆情系統 如果實質上他沒有加班 他也不會有證據來告老闆 但是你要知道 不是每個員工不是好員工 他可以抓住這個來告老闆 那他就不會贏了 因為你有證據 現在這個勞動局 是站在員工是這邊的 勞動部本來就應該站在員工這邊 沒有錯 我沒有說他錯 所以是站在那邊 是老闆不輸 是經濟部才是站在老闆這邊 問題是經濟部也不該去得罪老闆部 是這樣 也就是說政府 我們學的 只學了一點點美國的好東西 真的 美國有很多東西 它是完全不管 但原則你不能換 你家人家一天的班 你就要給1.5倍 假如是放假的話 你就是2倍 大陸也是一樣 我們就很樂意 進行這個會 回來台灣一例就 我連也不加班 為什麼 員工跟老闆的氣氛就搞壞 你也管不好 為什麼 行業不一樣 工廠工廠還有很多行業 你不能一刀切 你要有那個flexibility 你定下來 那個flexibility 就沒有了 你像我們應該是 亞洲金融中心 香港出的事 我們現在是最好拿到 亞洲金融中心的 結果呢 我們為什麼要把錢 從香港 弄到新加坡去 為什麼不拿回來 你要聽聽企業的聲音 你要聽聽企業的聲音 對啊 所以我松廣勞機法 你就把錢從新加坡拿回來嗎 這兩個真的是有過關聯嗎 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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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安全 現在台商都在轉移資金 這是個很好的契機 你要成為亞洲運營中心 我們比香港更有優勢 問題是法規太多 金融這方面的法規太多 台灣太過小心了 應該這麼講 政府管業多就是一個 所以勞動基準法是一個金融法規嗎 勞動 那個不是 那個是一粒一休啦 對 一粒一休就是給那些員工可以告老闆的機會 老闆的機會往往就是輸 因為經濟部也會支持 不過我覺得這還是要看舉證的能力 拿一滴黑字 真的是很難告 原則上 你就是過一個小時 你就1.5倍 2倍 我們都很願意 但你把它弄成一粒一休 變成是老闆也犯法 沒有一個老闆想犯法的 應該要鬆一點 一個原則抓住就好 美國沒這個問題 你講1.5倍 那個也是一粒一休裡的一部分 那只是一部分 但是我不會犯法 我照樣給你 我也沒有佔你便宜 但是一粒一休不一樣喔 他隨便一告你就是犯法 犯法的去查 你折可能兩年幹嘛 我們做企業就是要賺錢 去折騰跟員工 然後員工都知道 那是什麼氣氛 那是對立的氣氛 何為貴啊 真的 除非你能管好 也不可能管好 每個行業不一樣 你也不可能管好 就是說台灣有些東西 不可能管好就不要去管 原則抓住 你不要超過底線就好 不要讓老闆感覺我犯法 無行之過也犯法 因為法律不講情面啊 他是員工跟老闆的對立 人不合 企業能成功嗎 很重要的一步 所以兩年下來最後是 三輸 還是高輸 你說你有一個訴訟 兩年的時間 還是你講是老計法兩年的時間 沒有啦 後來我們解決了啦 因為我培訓嘛 超過十分鐘嘛 有時候你培訓你會忘了 超過十分鐘 問題是 員工不在乎那十分鐘的 的compensation 他說你犯法 這對立面就出來了 後來警示給他聽 就好 對因為通常是 我們會用送外解決 送外仲裁 送外調解的方式 他還好沒有去勞動局告 他有前提去告 一告我是辦法的 無心之過 超過這個時間 我的意思說如果是無心之過 然後你也有一些 就是好比上說可以舉證的一些方式 就是我剛才講的 拆勤的自動化 我不是在講產線的自動化 我認為人不合 員工跟老闆的對立面就站出來了 很不合 做企業要人和 家合萬事心 不是嗎 所以現在台灣的台商回來 不敢加班啊 少忍事啊 不加班 不加班你的大客戶都沒辦法應付了 你只好把大的單子都放在裡面 越南 柬埔産 美甸 還好台商還很愛國 這個賺來的錢還是留在台灣 這就是為什麼台幣一直在升值 所以顯然 雖然我們還沒修一粒一修 但是台幣還是會升值 沒有全部都去新加坡啊 因為台商還是愛國 都會去新加坡 台商還是愛國 基本上台商還是 因為我們各個國家都被欺負啊 最後才想到自己的國家好 但是一粒一修還有金融這方面 你怎麼成為亞洲一個嚴重心 我們台商都會在聊嘛 你怎麼可能 掛那麼遠 那所以金融的部分 因為我剛剛一直沒有聽到很具體的 是說投審會的審查比較嚴 還是金融特許行業 金融的門檻比較高 還是什麼之類 就是這裡面有很多可能性嗎 因為金融這個詞它包含很多 我想金融這個方面我不懂啦 但是我們的錢 我們願意去新加坡也不用回來 因為一回來 你們就管控的很嚴重 你越管控 你就失去了靈活性 所以這裡的管控值得是什麼呢 因為台灣外匯是自由的 這個我是不懂啦 我們跟新加坡 現在是同樣的洗錢房子條款 所以我不確定是哪裡 企業是這樣子 大家會討論 錢放哪邊最安全 就是管控越多的我們都越怕 了解 人啊在窮的時候最開心的 你什麼都不用怕 人在有錢的時候 很痛苦耶 你錢要放哪裡 要合法合情 我們都是先談合法 對不對 那你要去請教這些專家 這些專家說實在 就會告訴你應該放哪裡最安全 有誰建議說回來台灣的 嗯 你要講百分之八百分之五 嗯 不是嗎 但是台幣事實上在升職 所以還是有人回來 是很多人回來 但是回來又出去 你沒有掌控 不過那樣台幣應該要變 如果又出去的話 不是你要知道現在所有的這些 中美貿易大戰 錢還是往這邊來 嗯 但是很多運作的資金還是跑到協調 就Operation上面 Operation cost 金流還是都跑到協調 就這我也了解 對啊 那這都是這些行燒的建議的 因為你管沒管好 那就怕 不是說法律不好 而是你不可能管好 嗯 不可能管好就別去管 就一個大原則 的確不要管就好了嘛 嗯 他就火過來 嗯 經濟你管 管不好 共產黨想管又不好 嗯 大家拼命的跑 嗯 我們在大陸有六百萬人民幣的 差有的祖宗三代 嗯 我們就要把六百萬 怎麼怎麼藏 藏到家裡唄 你還能怎麼樣 嗯 好啦 現在大陸又要怎麼樣 換幣字 那你就被你廢幣了 對 嗯 還有那個數位人民幣 對啊 對啊 之後也藏不了家裡了 是啊 嗯 台灣人很會賺錢 嗯 我只是告訴你 台商的心聲 嗯 就是為什麼大家願意 把資金放在新加坡 不願回來 回來要扣百分之五 百分之八 還要管你的 還要查你的 嗯 尤其我們台商早期去的 都是沒有錢 怎麼可能去 經管會被爆 不可能嘛 能夠生存下來就不錯了 所以下來我們還是愛國 因為被別人欺負在這裏 自己國家好 嗯 是這樣子 台商還是愛國 你解 對啊 嗯 很高興台灣有你 謝謝 謝謝 看到希望 嗯 看有沒有要補充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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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其實我 我想說有些東西 我自己在寫的時候 有些思維啦 我覺得 唐中文真的 很厲害的時候 那種 嗯 因為我跟李先生 有大概六七年 所以有些東西是 概念性還蠻認同的 那有些細節上 我想要支持它 但是 支持不了 然後想說 欸到底是我 我的能力剛剛在會前有討論就是說 欸我這邊在紀錄的過程 你要思考一下 怎麼去 因為我本身是 他講的是材料背景 他剛剛講的 ISOPRINE的那個部分 就是 Poly-ISOPRINE PID 就是我的部分嘛 就是我覺得要怎麼樣 支持這件事情 那 剛剛 鄭文提到幾個 概念性的東西 我覺得 就是說 因為有些商業跟商業 或是跟政府的銜接 可能是 有 有時候過 或不急 有時候真的蠻拿捏的 但是剛剛 鄭文太強了 就是 我完全沒有聽到任何的 那個 破綻 那我這邊的話 其實在材料部分 我也是 呃 相當的 就是在這個部分嘛 剛好提到就是說 除了李先生這邊的計畫 我有去支持之外 那我也想說其他部分也同步 像那個熱烈節的部分 其實我這邊 花很多時間 這個部分我不確定可不可以賺到錢 但是它對環保是有貢獻的 現在目前的 不管是您的飲料杯 不管是那個 蚵仔麵線的蓋子 他們還是有塑料 他們分類其實不太 未來的材料越來越複雜 所以我理解 其實它單純的要回收不容易了 對 所以就裂節變成一個 通報 概括型 什麼PEPB PS 或者說 可能PEP跟PVC不行 其他部分它就可以去做成油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是還蠻有未來的 未來環保性的 但是 因為它跨足的 你說回收 你說再加工 然後熱烈節 然後油品這個部分 所以它很跨到石油化學產業 所以整個變成石油化學產業來說 首先台灣對石油化學產業是非常嚴苛的 所以它在 再怎麼講 你說初階到創新 在小型攝氏機台的放大過程 他們遇到了很大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沒有石化備種去支持的話 那場地 你要是石油化學那種大型的規模 消防環保什麼的 那資金展下去之後 可能環境不一定會過好 所以就變成說這個部分 所以你必須跟現有的大的朋友合作 對 所以這個部分的時候 就跟李先生講的一樣 台塑這邊 他們其實 不是說不能溝通 是因為可能 他已經有自己一套想法了 他是一個上台系 對 所以在這個 這是創新嘛 創新本來就是 原本叫創新的兩難 大的player 其實你叫他彎 他不太彎 但是我們小的在彎的時候發現 哇 有一個大船在旁邊靠著 我覺得也是不錯 就像那個李先生講的 你要去談 根本沒有機會談 然後這個就裂結的是 因為他是石油化學產業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是做一個看是怎麼樣的 因為他對環保是有貢獻的 但是大船其實你叫他的 投資部門去做這些小事情 他們層層也是 這可能不是投資部門的事 可能一開始說不定還是CSR的事 這可能是不懂 因為CSR比較容易接受 對啊 因為如果是投資部門 可能有通報率又算不過 可是CSR他賺的是公眾印象 嗯 所以在那個熱烈姐這邊 他們有什麼雀巢這邊 就願意去支持每公斤 去補接個0.8塊錢的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對 所以我就說這怎麼樣 因為這個部分你說 初期要賺錢要投資 那個成本跟建廠風險這麼高 其實大部分正常的企業都 都往後退了 可是我覺得你可以跟他談 比較像incline contribution那樣 就是說他把它當作一個 單位成本還更低的CSR project做 了解 這個持續在這邊溝通 那想說 會有這樣子的持續在進行 那還是對環保 對永續 對這個是有貢獻的 所以我們也在幾次廣義 這種看不同的切入點 來去試試看看 對 不錯 沒有意思而已 對 那我們就是持續在進行 OK 好 那我在這邊的話 李先生有什麼還要補充 可以拍這個嗎 可以啊 沒問題 謝謝 是誰幫你寫的 我們這邊有一個 書畫的裝表的推廣研究會 那大概很多是八九十歲的長輩 那因為我們有空橋有電梯 他們坐輪椅或拿管上比較方便 他們就常在這邊辦活動 所以就幫我做了這樣子一個 算是書法跟裝表的作品 好棒 謝謝 人如其名 謝謝 很好 好 那今天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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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美國的資源很想做一個 就是幫台灣把醫療器材讓台灣發官 因為台灣人才很多 本來就是醫院也是科技黨 所以我是希望說 以我們做了四個全球第一個展規 醫療器材 六個月 你就FDA通過 你就開始賺錢了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 我是覺得對台灣會馬上發光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做一個平台 讓台商人都變為世界杯的普通 這是我的信念 對 有什麼我能做的 你可以隨時控制我 好 不像我們台灣現在公司法上面 因為已經修正了 已經採取美國那種 只要是非公開發行公司 包含特別股 而且台灣還有一個特殊的是法人股東 的這個制度 所以其實像您剛剛說的 其實你不是想要分那個股權 你只是想要有控制權 這個透過像否決或特別股 大概都可以做得到 也不是說要控制權 應該這麼講 為了服務客戶 因為我是包銷的方式 所以有些 像台塑有台塑它的原則 我們只有尊重 但台灣不是只有台塑 它有好幾家 但是好不容易台塑認識了 其他四家都不認識我們 就很難 就會折騰個兩三年 我理解 問題是疫情過後 時間就是緊急 跟以前不一樣 那夠想夠硬的年代也來了 比如說有個平台 讓這些創業家 能夠去創造一個龍頭企業 就好了 其實我在矽谷的時候 也有很多時候 我雖然沒有出股份的錢 但是我的勞務算做股份 那這個在台灣現在也是合法的 所以你剛剛講到一些 勞資比較不和諧的方式 我在矽谷的經驗是 完全就是靠主要的員工 都變股東的這個方式來解決 沒錯沒錯 這也是台灣執行的很好的地方 對對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些或許的我想 這邊有制裁的專家 大概都是可以幫忙做一些設計 那我覺得這些設計 在台灣 因為新的公司法通過也才三年左右的時間 那我們也很需要一些比較創造性的案例 那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多去運用 不過因為這一套整個都是從美國那邊過來 所以你在美國那麼久應該是了解 就是有各種就是投資的方法 特別顧客用法 Safe Convertible Bank這些東西 對 我最後還有一個請求 請說 因為國家對沈東京做得相當不錯 對啊 因為快速成型部隊是對的 我也一直在講 美國用資本整合了大家 然後大陸用國家機器 所以我覺得 國家對是對的 我的感覺是這樣子 所以有沒有機會 讓我們認識他一下 搖醫療 看有什麼東西 我可以幫台灣做做義工的 馬上把醫療器材讓台灣發光 這成為一個醫療科技 我也要強調一下 就是說 國家對在口罩的例子 是因為我們有一個數理模型 告訴我們說 除非75%的人戴上口罩 不然的話一定會發生社區穿過 對 那所以這個變成大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等於是 既不是靠資本的力量 也不是靠國家的力量 是靠就是同舟一命 就是那種 就是互相照顧彼此吧 的這樣的一種 共同命運的這種力量來集結 所以在其他的一材上 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像這樣 我們那時候只有口罩跟酒精 是真的是以這樣的方式去進行整理 因為兩個缺一不可 那但是好比像說 像其他防疫也有作用的物資 但是它事實上是沒有那種 你一定要每個人都有的 那個情況之下 我們也是用一般的就是 市場機制在運行 那口罩等我們產量超過了 就是大家每兩週的那個配給量之後 那其實剩下來的部分 也是自由經濟 那我們之所以沒有一直徵收全部的產量 就是了解到說 雖然大家都不想發國難財 但是徵收那段時間 真的喪失了很多商機嘛 因為優先照顧台灣的命運嘛 那現在我們狀況控制住了 還是要讓廠商賺合力的錢啦 那個也不能算是國難財 那個就是自由的市場的一部分 所以我的意思只是說 除非說您的這個工作的一材 它在防疫上面有相當於 口罩或酒精那樣子的一種 好像大家都非有不可的那個情況 才有可能有所謂國家隊的整合 那不然的話 我覺得我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 我們這個錄影反正會公佈到YouTube上 那如果是好像副院長辦公室的朋友 有看到有興趣 那他是可以自己來聯絡你 但是我可能沒有辦法說 安排一個防疫國家隊的會面 因為那個我們的前提是建立在 像口罩或酒精那麼高的 就是正當性需求上 我想我只是覺得說很可惜啊 這個各個國家都在做執言整合 台灣好不容易有這個 這個省龍金快速執行部隊 這個東西可以幫助企業很多方面 我理解 做執言的整合 所以我是非常希望有機會 就是看看能不能就是 跟他們見個面 大家聊一下 因為台灣的天時地利融合 可以成為醫療科技島 不一定要去做藥 因為咱們的生態環境 不適合做藥 或在炒股票 我們的醫療器材是 六個月就可以賺錢 為什麼不去幫這些企業家 去做這件事情 而且他們新創企業也很容易就可以成功的 醫療器材很好啊 我是感謝台灣教育 才回來的 要不我也應該要退休 是你們年輕人的年代了嗎 我三三歲就退休了 在做公益 了解 謝謝 謝謝 或許你先生這個想法 應該是說 以後可能是剛好 應該是這一次口罩國家隊的這個案例 可以變成政府的一個範例 來幫助 就是說以後有一個比較 Classic的那個 就是群聚的這個產業的力量 我覺得這應該會是一個 不是我覺得重點是哪裡 千分之一不到的猶太人 控制了百分之六十的錢 他們最怕的是台灣人 台灣人要整合很難 可是沈隆基做到了 把台灣人都整合好了 我不是談國家隊 其實是支援者 他做到了 感謝台灣 感謝台灣 有你們兩個 謝謝 謝謝 因為突然想到 我們在跟芒果丹 芒果丹現在也是社創中間的一員 那我們現在在合作一個環保的概念 到時候也請 稍微關注一下 就是不是砍伐木頭來去做風箱 風箱去產業嗎 那風箱其實耐貨性不好 所以要上路期大概每一兩年就會換水 所以我們用回收載子的塑膠防木來去做風箱 然後去讓它可以永續 那個塑膠防木的風箱就是要換 可以永續去回收載子 那它性質上面比起木頭 因為它我們做那個發爆類似 所以它會保護冬暖夏的樣子 那基本上它不會 因為它是塑料 所以它不會有風箱 會是在去損毀的 除非你自己人為的 那基本上它沒有油氣 所以不會有那種架權 不會影響到蜜蜂 那我們在思維就是說怎麼樣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對風箱來講 是沒有加分的 因為成本提高 但是對消費者來說 攤體來講要比較久才能揮斷 對 但是對永續來講就不會有 就是木材去焚燒或是損毀來的部分 那在推就是馬國端在推這種東西 就是怎麼樣讓木材這個東西去減少 然後讓這個東西可以即便是塑料 是有辦法去追溯或是說 你可以讓它面臨的產品是消費者看得到的 所以你們打算怎麼樣嗎 消費者群木去支持蜂農氣座這樣嗎 對其實我們在想這個 但過程當中流程好像不太順了 對阿這個真的蠻不順的 因為蜂蜜它就是 除非說有品牌的死裝的那種補個 不然它替代性有點高 對 但是材料的環保永續 這是我們主張的吧 那風箱這個議題是因為 風箱其實有很多的消費者 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那你說會不會取代什麼 沒有想要取代 但我們只是想要讓他知道 塑膠房屋是可以永續去使用的 可能這是一個亮點吸眼球的案子 那後續如果有一些政府 建設一些塑膠的物品牌 那大部分是沒有辦法回收的 就我理解 那後續我們要推廣是可以回收的 就是我們做這個東西 是能夠生產使用 之後可以回來再做成一個 就我理解 我們這個不就放一台Ecoco在這邊 所有人都會看到 對只是說比起寶特瓶來講 確實風箱它在比較後面的位置 對所以它能見度 就如果你純粹只是要吸引眼球的話 比較沒有寶特瓶那麼高 但是還是有機會 可能就是要變成有點參與試驗證 那種感覺就是說 因為風箱的特色是說 我不會自己在陽台中菜 我不會自己在陽台買個風箱 在那邊做 我不是很work 對所以我覺得它就算認同你的理念 你相同材質還是得給它一些 什麼別的它用得到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它平常才會 有東西可以去分享給親房好友 不然抽象的一個風箱的照片 我覺得在集資上面 不是很有就是傳染力的一個題目 因為蠻谷蛋現在是他說 就是蠻谷蛋的概念是Mango蛋 就是要再丟棄 所以他們就想說 以這樣子的元素來去 以豬代購的部分 那它這個有點跳 但是它的概念就是說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不可以免容器就直接封向裡面去把蜜 讓大家從店裡面就可以 好像是水龍頭一樣把蜜取出來這樣子 你真的要弄一個水龍頭那種水管去輸蜂蜜 這個概念型的概念型 有點太概念型 但是我覺得反正就是後續還在幾個 就是在我這邊講的 我們也在 都是還在發想這一段 這個是很有意思的想法 就是水龍頭打開牛奶跟蜂蜜 流出來那個聖經的故事 對那但是但是我覺得 如果是讓它一般人就可以參與的話 像之前Package Plus做網購包彩嘛 Ecoco做寶特瓶嘛 我覺得還是可以多少整合一下這種 比較平常常見 就是你一看就知道是拋棄師的東西 我會覺得蜂蜜的罐子 比較不是一看就是拋棄師的東西的 原因是因為很多是玻璃包彩 那台灣是少數玻璃回收率很高的地方 所以它不會一看到玻璃包彩 就覺得這是一次性 我在腦裡想到蜂蜜想到是玻璃品 想到玻璃品想到是回收 所以你的這個品牌取代性沒有非常高 對所以我覺得可能還是要找另外一些 就是感覺上就是會隨手丟掉的東西去替換 那當然我當然指的不是包彩或包彩 因為有人做了 對但我覺得還是要多想一些 好的 好的 好感謝 謝謝 今天的這個我們上什麼網去看 對Youtube Youtube 它是一個網站 對 Youtube 我知道 Youtube 對 就上然後寫你的名字 對 或者你的名字也會 反正你如果留個E-mail的話 我們的同仁會告訴你那個網址 謝謝 我們的頻道就是我的那個名片上有PDIS 謝謝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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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的 我在波士頓也出國一層 真的喔 下一次來 謝謝 下次來 下次來就是疫情結束了 疫情結束我們就要跟世界打仗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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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英文真好 謝謝 謝謝